哎 公升的街车里面你们更喜欢哪辆车 非好吗 今天不是试驾车系列啊 今天是骑行体验系列 这辆车呢 我大概骑了一年的时间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杜卡迪街霸V4没有S 因为我自己这辆啊是一个蒲版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V4和V4S的区别 最直观的啊就是前后可调的欧林斯避震 蒲版采用的是手动可调的手握避震 S版的泰池也是电子可调 座高845非常的挑人 本人身高183适合大众身高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电控系统非常的丰富 仪表右下角是可以细节调节每一个电控 三种驾驶模式可选 电控和仪表方面我去年拍过一个非常详细的 如果有不会玩不会整的啊 可以上我的主页搜索一下 本期视频呢还是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一年以来的一个奇形体会 首先就是动力方面 确实很爽很通透 除了低扭干不过超级公爵啊 而且它的手把脚摩擦力非常的大 手感很棒抓得很稳 第二呢就是低速脱挡的问题 原厂的牙盘啊确实很脱挡 我自己更换了后42的牙盘之后 脱挡问题明显改善 但是当然了 还是赶不过日系车的丝滑 不过啊 我加大牙盘之后确实丢了尾速 去年在风靡路拍摄的时候 我测试了一下这个车一挡的急速 当时的表现数据是135 听说原厂只能跑到150 我也不知道真假 然后呢就是咱们的奇形三角 虽然它是一款街车 但是前轻还是很明显的 它的姿态比同排量的竞品要战斗很多 如果在常日中通勤还行 比方上了高速跑远地 它真的是兼备了街车胸口迎风 赛车骑行废妖 两大优点 在灵活性的方面啊 这款车真的不适合低速 操控性确实大打折扣 但反正我骑了一年也算是适应了 现在觉得还可以 跑山压弯的体验来说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身边的摩托友 骑过我车的都是很难压 车身后往回推你 我分析啊 可能是这个重心调校 加上200宽度60便平米的后台 所以啊 你要想下去就要使上一些力道 不过它的避震支撑性特别好 所以在压弯过程中你不会觉得太飘 毕竟咱们在山里也是一个轻度压弯 足足够够让你玩了 接着呢 就是我们最想聊一聊的 杜哈的一发热问题 确实热啊 确实很烫 但是啊 请问 到了这个排量的车 有哪个品牌的车是不烫的吗 如果真有 评论区告诉我 街霸的发热区域啊 主要是在你的小腿处 尤其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特别明显 但是一骑行起来啊 就没有那么热了 而且我的经验之谈啊 甭管瞎不瞎天 你就骑行裤加骑行鞋 不会给你烫坏的 其实真没那么热 不信我给你问问我身边这个摩友 你这外面热吗 最后啊 咱们再来聊一下这辆车的小毛病 毕竟欧洲车嘛 你不渗油不漏油 那就买了假车了 我这街霸呢 是一年呢 九千多公里 别的小毛病倒没有啊 就这一到冬天 我的房东西画画我来留啊 行了